新闻夜總會 但是事實上我們雖然說這個Monday很Blue 但是如果今天一整天到辦公室上班的話 你應該會聽到非常多的訊息跟棒球有關係 那我們就要來看一下這個棒球呢 好像在經典賽之後呢 是完全回魂了 短短的幾天 我們這個中職開打的就有數萬的人湧進球場 我們歡迎來看這樣的一個非常熱鬧的場景 天母球場的巷師大戰 本季開幕的第二場賽事 球迷再度擠爆 等著買票的人太多 買不到票火氣不小 後面排的人都是白痴嗎 那現在你要先發號碼 糟糕啦 不是這樣 我不是現場號碼 還是一個人頭就只能買一張 統一師開放加油區 100個座位平息怒火 觀賽的不只有資深象彌 總統夫人周美青 藝人董恰恰 小甜甜也來參議咖 統一統一統一 加油加油加油 兄弟兄弟 加油加油加油 中職開戰兩天 三場賽事總共擠進了4萬多人 打破中職24年以來觀眾人數最多的一次 不只人潮連前潮也破紀錄 要價千元的棒球衣 球迷超捧場 太多件數不清楚了 周邊商品上架沒多久 立刻銷售一空 連同票房收入 近賬超過1300萬 球賽人潮 帶動前潮 讓台灣棒球熱 在經典賽之後 繼續延燒 確實我覺得這個中職開打的時間 其實跟經典賽這樣緊接是蠻好的 因為經典賽雖然我們最後還是鎖雨 不過整體來說排名前進很多 不過我必須坦誠 我一直都不是中華時報 在打職業賽的時候 非常認真地看得很仔細的 所以我就要問一下我們的這個 詩誠兄胖胖哥哥 您看到這樣的盛況 我看到那球迷很生氣的說 我們不是白癡啊 怎麼排隊買不到 這種情況真的這些年來少見了嗎 很少見 因為我轉播過職棒 我轉播過好長的一陣子的職棒 國內的職棒為什麼這麼低迷 因為曾經賭博傷害過很多次 曾經分裂過兩個聯盟 因此也傷害他們很多次 然後包括後來整個的聯盟 微縮了成為四支球團 你知道明儀職棒元年四支球團 今年職棒二十幾年的 還是四支球團 然後有一支是今年被接受的 那一支我不要講 那一支是混了兩年了 那一支混了兩年了 所謂叫做純本土化 最後那一支是 那一支是大家打著玩的 就是只要打到他大概就一定贏的 所以只有三支球隊在爭冠軍 我只能這樣講 球迷已經打到被傷心 你知道嗎 2004年曾經辛龍 辛龍跟這個兄弟相曾經18000多 然後2013年 今年的開幕債17000多 那明儀我要講 當然經典賽帶來的這樣的一個余溫 繼續燃燒我們的中華職棒 可是就過去我們的經驗 中華職棒在開幕的時候 這樣的盛況還是存在 但是他的燒會燒得很快 退燒會很快 對 兩個禮拜以後我們再看看 因為明儀很很很現實的是 我們總共就四支球團 是 就是打來打去打來 就是四支再打來打去 所以打到最後你就會彈性比方 因為經典賽大家覺得成績還不錯 那球迷因為之前可能被這個職棒牽賭傷過心 現在又重新回來 又有看到這個周美清夫人跟一些女明星 還有辣妹們在跳舞 所以這一波的延燒 你會覺得久一點嗎 我先講 就是說我周邊有很多人都很愛看棒球 尤其我記得那時候 3月8號中日那個經典賽的時候 那時候那一天我記得非常清楚 為什麼你知道 因為那天我正在立法院 那天是施政總質詢 然後江儀化就一直排到 那一天大家都一直在關心說 這個江儀化要不要去看棒球 或什麼的 結果你知道那一天就質詢到6點10分 6點10分的時候 那個中日大賽已經開打 你知道大家就在等著 就是洪秀柱那時候當主席 他等著洪秀柱說什麼時候 能夠宣布休息 或者是在後面的委員都不要質詢 結果洪秀柱終於撐到6點20分 他宣布休息10分鐘 所有的記者好高興你知道嗎 結果6點20分休息10分鐘 20分鐘 30分鐘 40分鐘過去了 都沒有開會 為什麼 一堆人通通都去看棒球 結果後來一宣布開會的時候 還有記者打開窗戶對著異常大喊 不要開會 不要開球 好 所以我覺得這個職棒之所以好看 是因為他要真的有這種 這個大家是真的禁忌 我覺得幾次這個棒球大家會被交習 都是因為這個所謂打假球的事件 之前我們還記得本來是在國仇家恨 國與國之間對抗的 像張志佳表現很好 但是到最後他可能也捲入了案子 讓大家很傷心 那可是我還要請教一下這個周姐 我們看到的為什麼經典賽好看 真的是國仇家恨 大家有仇報仇 有冤報冤 尤其長期我們跟日本跟韓國 所以那個時候真的是 平常不看棒球的都下去看了 可是現在回到了這個職棒的系列 頭我們看到旁邊的商機 好像賣了很多的東西 可是你長期來觀察 你覺得會從今年開始 重新振奮進入到一個新境界嗎 當然就是經典賽那個時候 是因為我們 我想我們大家的球迷 或是全台灣民眾 已經有點麻痹的對經典賽 突然我們第一場贏到澳洲 眼睛一睜 那個時候我記得報紙 是頭版頭條報道的 接下來那個對荷蘭隊 你又是輸了三分 大家都想要關機了 每個人那個時候都跑到街上去 那個時候那天下午我有看 可是我真的真的 帶我們家小狗就去逛衣服 我來看 不敢看 結果在我這個光回來 怎麼突然變成贏了 那所以呢就 求這個東西在人的手上 所以你還是要實力很強 然後有一個成績的基礎的條件 才能夠讓我們的觀眾全部進來 這些觀眾多可愛 你要知道報紙 今天的重要的報紙 都是頭條 那報紙是很現實的 它是要賣報的 每一场都有18000多人在球场上 他第二天很可能就是买报的人 2004年的盛况到2013年 你可以找到缺点怎么把它改善 今天洪一中他在报上登出来那个话 他说要让球场能够好玩 你知道吗 就是什么叫主场 你到了莫斯顿 你会不会去看红袜的 风围场上 你会去感受一下 你到任何地方到芝加哥 你会不会去看 杨基更别讲了到纽约 你不到杨基的球场去看看 现在还是个新球场 你好像是个呆瓜 所以这个所谓主场的棒球场这件事情 我觉得他讲的是专业的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职棒 大家除了是一个运动要好看打针的之外 他有很多的周边 所以我们也特别看到了 在新闻画面里头 有非常多的什么加油棒 球衣 帽子 手套 这些东西其实都还蛮贵的 卖得进账非常好 旁边听说连鸡排的生意都好的 没错 那我们再回头来看一下 刚才大家都谈到就是球迷很热情 那可是需要很多东西来支撑球迷 这个运动才能够下去 那包括很多的这个周边都要来做改善 可是我印象中的中华职棒 好像球场也好 球衣也好 其实都蛮 都有点丑丑的 我不晓得了 我们能不能一起赶进一下这样子的 我觉得其实另一个对这次的这个感觉 给我的一个感觉就是 那个哭主应该就是我们立法院 为什么 因为开会也被骂 不开会也被骂 你看真的是 开会你要说要看棒球 不开会说你让意愿意识风走 所以老实说以前在这个中职的时候 可能这个球星的光芒 总没有像从国外回来的 不管大联盟或日本棒球这么闪亮 但是从经典赛之后 我们也看到其实有很多台湾 现在在职棒打球的球员表现得还是很好 或是包括教练 那我们就要问到说整个 是不是接下来台湾的这个职棒的一种 培养到最后 假设又有一个经典赛出现了 然后我们现在这些好手可能年纪大了 那你觉得现在有人可以接得上来吗 我觉得整个的发展必须是一连串的 刚刚这个任俊当然讲了一个重点就是 直棒他的整个球团 但是你照国外去看 我去这个福岡转过这个 亚洲太平洋超级棒球联赛 福岡本身他就是一个棒球城啊 他是双巨弹 这边是巨弹 这边是饭店 然后底下是一些游乐设施 然后他 你想吃的喝的玩的 然后他有全世界最长的lunch bar 你可以一面喝咖啡 一面看球赛 那样的地方 我跟你讲 那个是个室内球场 我说不用钱叫我 就是不给我钱叫我去转 我可以转一辈子 我就转出去 而且那个球场是多元的 平常可以转 平常可以玩sumo就是那个香铺 然后还有一些演唱会都可以在那边 然后因为你有这样的设施 你有投资之后呢 你的球团就开始成长 因此你的职棒就开始发展 你的职棒开始发展 因此更多人投入 你就有更好的球员 我觉得这是关键 你刚刚讲就是说大家都觉得看球要好玩 球员要认真 球员要好 有一些商业模式让大家有趣 那除了这个职棒的老板们自己的投资之外 我想问一下政府的角色有没有很重要 像我们看那天在接见的时候 江宁化院长说 我们也要来组成一个什么叫什么 政院老棒队 这是个什么还是老棒生猪 那一个老棒一个叫生猪队 重点就是说我们想问的是 到底政府在里头能不能扮演角色 当然职业棒球它是一个商业运作 告各个老板 可是整体呢 加上职棒呢 我可以简单说政府可以扮演角色 就是好好的把这个棒球的环境维持纯净 你打角形等到发生了你再去抓 突然挫伤 你会让公权率早点监控吗 不是 应该在球团他们本身的内控 还有政府的外控 就是说自然机会外控 能够让这样子的迁堵 职棒迁堵能够压下来 那没有这样子的东西球员 就愿意好好打球 你说最近的新成立那支棒球队 老板就讲了说谁如果被抓到 那如果真的有效果的话 你可以看日本球迷 简单的说 这次日本球员 日本的这个新闻 还在讨论中华职棒 到日本打球是怎么样的拼战精神 他有那样的文化 可是我们有吗 确实是如此 就是说 其实我们的职棒 从高潮 到了最后 这个罚人问津 球迷非常伤心 那是因为球员造成的 是因为你自己去 收人家的钱打假球 我们是被你欺骗 所以你要让这些诱惑的成本增加 就升高到这些球员根本不敢 那现在可能短期之内 大家看到那几个人的待遇 这个大家被抓到之后 一生生涯就此结束 或许短期之内 那他们大概都不会受到诱惑 可是人很难对利诱抗拒的 因此你外在的管控跟内在 特别是球团 以后我觉得任何的球团 他发生了这个 迁堵的事件的时候 从他的总的管理 到最终的这种旁边的同事 就都应该负责任 这些球员之所以会被诱惑 他的言行24小时跟你在一起 你会不知道吗 其实政府可以做得非常多 包括一些税金 包括辅助你怎么样取得用地 包括帮助球团去硬体设备 这些东西政府其实可以做的 我觉得这个是 其实要制止这个所谓的 歪风最大的一个工具 就是一样的东西叫钱 怎么说 美国职棒为什么没人敢买 你AERA你买得起吗 以前就一个黑袜事件而已 后来你看整个球团上百亿 你买什么买你敢买吗 你买得下来吗 如果台湾的球团 都是这样的一个身价的话 谁敢买 好所以基本上我们看到 就是说这个当然台湾整体 职业运动都没有那么发展 这个钱的差很大 但是我们希望 我们忠心的希望 这一次的经典赛之后的 这种棒球热潮 可以在中华职棒继续开来 当然我们还有三级棒球 能够继续的做好 我们持续的期待 也这个祝福 那另外一个我们要看到的现象 刚才是棒球现象 我们要看的就是 第一夫人现象 并不是Michelle Obama 而是习近平的太座大人 我们看到这个彭丽媛语 是这一次出访 真的是呢 大大受到国际的瞩目 它造成了当地的这个 瞩目也好 或者是这个中国大陆的反应也好 我们可以看看 第一夫人背的角色 多么重要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新闻宴总会 我们可以来看到呢 在过去的几年当中呢 这个西方的国家里头的 不管是第一夫人呢 或是怎么样的女性 都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王菲拉也好 或者是总统夫人 大家都大获全胜 像是凯特王菲 或是这个Michelle Obama 就是美国的总统夫人 都很漂亮 可是我们在这个 整个是亚洲的社会里头 有没有比较具有代表性的 我们就先来看一看 习近平的太座大人彭丽媛 这一次出访 可以说是引起了 非常多的讨论 甚至说在大陆的网友都说 他是新国母出现了 有这么厉害吗 看一下画面 习近平第一次 以国家主席身份 出访俄罗斯 彭丽媛也是第一次 以第一夫人身份陪同 一身穿着 额体大方 外套和手上的黑色 提代 立刻吸引媒体的目光 因为和对岸过去领导人 截然不同的第一夫人形象 让彭丽媛穿着和配件 都在大陆爆红 网络热烈讨论搜索之后证实 这位大陆最亮眼的第一夫人 出访的服装和皮件手提包 都是用大陆当地品牌 例外 意外捧红大陆本土服装品牌 不但在大陆网站 造成抢购潮 大陆股市服装类股 整体上扬 媒体称彭丽媛效应 第一夫人概念股 逆势走红 好 我们看到 例如这样的一个第一夫人出现 连这个大陆的所谓的概念股 都已经有一个上涨的趋势 那我必须要说 大家都说看起来穿得好漂亮 好典雅 我承认典雅 但是有很时髦吗 我们就要请这个流行的达人 周玉寇小姐 她穿的真的是 在那个party里面 就是晚会 那她的这个 我觉得她们 她选衣服很困难 就是说她一定要选一个 很恰当的一服 不能选很大的品牌 也不能选外国品牌 那大陆的自由的品牌 其实非常非常多 但是适不适合她的 很难挑 她最重要的是 她穿的是国产品牌 就是民族品牌 那这个据说 她穿的这家衣服的 这个服装店的品牌设计师 也是中国大陆的 这个国内的设计师 这两位跟他们都是 跟彭丽媛好像是有交情的 所以就是朋友 对就是朋友 帮她提供 那你刚才看这一套好了 这一套其实 她的围巾后来还有用 你要看她这一系列访问 因为他们出来很久 到了俄罗斯又跑到非洲去了 那到非洲的时候 到坦尚尼亚的时候 她是穿白套装 也是一个浅蓝色的围巾 那显然她有意要跟这个 她的先生呢 习近平的天蓝色的领带相搭配 有一点情侣装的感觉 你知道吗 这个大陆的这个 政府的首脑的领导人 用天蓝色的 这么柔雅的这种领带 而且她的领带 还是时尚型的 比较窄版的 是蛮少见的 那她这一件 我觉得她今天 她第一个出现了 这个黑色的这个大衣还OK 因为到俄罗斯很冷 可是如果有一点点缺陷 我是觉得她的袜子 太厚了一点 她那个黑袜子有点厚 我觉得穿起来 就还像是有一点点像 那种共产时代国家的肩脂 我觉得她是故意的 她必须维持这样的形象 因为在大陆 你不能转换这么快 你转换这么快 第一你的人民不能接受 第二 你对前几任的夫人会有不敬 因为差异太大了 因为你知道前几任夫人 长什么样吗 马上补下去这样不行吗 前几任夫人的大跟潮 潮流大概是 大概是落后30年 前几任夫人是站在后面 落后潮流5年而已 她是站在旁边 已经进步了 这个姿势其实还是有一点 共产的感觉 以前的夫人都是大概 退两步在后面的 所以完全不一样了 我觉得她很困难 但是她已经想到了 已经在进步中了 对非常的想到 跟时代上面的一个政治效应 跟一个公众形象效应 所以包含哥我想问的 就是一件问题 就是说我觉得她是 其实她是女明星 她是在国内呢 就是在中国大陆内地 非常有名的这个女高音 所以她其实算是 一半有议员的身份 她完全知道什么是时髦 是什么流行 但是扮演角色之后 她反而要有点收回来 没错 她穿得比以前的 领导人的太太好看 但是她总是不能大名大放 把她真正的品位 凸显出来吗 彭丽媛 她是习近平第二个老婆 然后呢 她的背景是 她舅舅在台湾 她一父是黄埔军校 这个毕业的 所以呢 她的爸爸后来 被打成反革命分子 这是她的时代背景 那另外一个背景是 民意我们不要忘了 习近平现在在打贪 习近平在喜宴上 给她吃什么 也不是大鱼大肉是吗 就是一些酱菜梅花餐 然后呢 绝对不开白酒 因为白酒在大陆 现在是变成奢华 像一瓶酒 开红酒 因此在这样的氛围底下 你说身为第一夫人 她怎么敢穿得太华丽 我问你 你觉得男人的角度 直接说 你穿得好不好看吗 我觉得穿得很合宜 这种场合 不是好不好看的问题嘛 因为她又不是一个fashion show 她是一个政治的场合 而凯特随便都变好看啊 我跟你讲 民意如果你穿得太fashion 一方面把前面几个都比得很远 另一方面人家说 你不是打贪吗 其实这一位的 就是中国大陆的第一夫人 她是穿着也有概念的 为什么会带动了一些 所谓的第一夫人概念股 在中国大陆 就是她这一次 其实她要穿多贵的 应该都穿得起 但是她穿的例外 也是例外 就是这个牌子 反过来写exception 她是1996年设计师 马可创的例外品牌 2002年大陆唯一受邀参加 巴黎成衣展 平均单价1000到3000人民币 在上海北京深圳 福州哈尔滨 乌鲁木齐 总共有70家分店 而专贵的月营销额 大概是50万人民币 我们的同事呢 特别很认真的找出来了 这个例外的门市的 长的样子 好我们看这样资料之后 我先请问一下 这个平均单价 1000到3000人民币 大概就和台币 不到5000 或是不到15000的价格 一个月公司 一个月公司 可是在大陆 其实不算贵的牌子 对不对 任俊兄您的了解 我今天特别跟几个上海的 跟这个大陆的媒体联系 因为我想知道 到底他们多么疯 这一个 他们的第一夫人彭丽媛 他们的讲法是这样 就是这个牌子确实 就是说如果不是定制的话 那这个价钱在大陆 并不是非常高档的一个价位 但是彭丽媛的服装 因为她当然 她是有专人做打点跟设计 一定是针对她去量身定做 包含她所穿出来的这个色系 这个一定都是经过打扮的 因为为什么 她毕竟是中国大陆的第一夫人 但是我发现一个更好玩的现象 是什么 他们告诉我说 以前的这个大陆那边 封的第一夫人叫做周美清 现在封的改叫做彭丽媛 但是我问她说那你为什么喜欢周美清 她说因为周美清给他们的感觉是 她会下乡去跟这个什么 弱势的小朋友做互动 我们很常看到这样的新闻 而这样的形象 其实在以前大陆的第一夫人 是不会出现的 大陆的媒体朋友告诉我说 以前大陆的第一夫人 她不是称为这个 这个国家领导人的配偶 她甚至连配角都不是 为什么 因为她只能站在旁边 甚至站在身后微笑而已 那对于他们来讲 他们认为第一夫人的角色 她应该是更有亲和力的 更能够为国家加分 所以他们就说 以前的大陆第一夫人 她或许没有减分 但是在出访的时候 或者在很多正式场合 她没有加分的作用 但是彭丽媛不是 我问她说 那你们对彭丽媛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她告诉我会唱歌 因为她以前是歌星 对 因为她会唱歌 所以她50岁以上的 这个中高龄的大陆人 她很喜欢就是彭丽媛 因为她有她的知名度 而且她之前出访过50多个国家 所以她的应对进退 你看她到哪个国家 一下子我到俄国 俄语系的 我就唱一个俄文给你听 对他们来讲 这是改变的第一夫人 以前传统中国大陆 第一夫人给人家那种 就是你不能讲小媳妇 就是比较退居 第二些是第三些 如果简单说 彭丽媛的公益形象 不是这个时候开始 刚刚这个 任俊说 这个彭丽媛出访问50多个国家 50多个国家的时候都还没 这个习近平还没当国家领导人 他有来过台湾对不对 据说 有有有 彭丽媛 事实上在过去就已经是 譬如说有些参加艾滋病的 那个病童的活动 其他的公益形象 在当初在中国大陆的国内 已经开始了 好 所以我们要来看一下这一次 如果您上网看一下 什么这个国母这两个字出来 其实我认为对他们官方来说 听到国母这两个字会有点紧张 因为中国大陆的国母 其实是另有其人的 然后在它过去的历史 可是现在都说不管是外媒也好 是中国大陆本土的媒体也好 对于彭丽媛的这个瞩目非常的高 甚至直接就比到就是蒋宋美龄了 所以我们今天也特别来把照片来做一下对比 我们仔细看一下 确实 你不会比相似度吧 都是漂亮 对不对都是漂亮 时隔了几十年 可是这个发型呢 虽然已经到了21世纪 可是她还是梳的一个高高的头发 跟蒋宋美龄女士有点像 那这个脸呢都是长得非常的雍容 又是这个典雅 在服装的部分的话 蒋宋美龄长期是穿这个旗袍是她的特色 而这次彭丽媛呢 穿的都是她本国的服装品位 中国大陆在过去比较灰色的年代里头 整个所谓的国家领导人的旁边配偶的角色不明 但是彭丽媛就是宣告新的时代来临了 甚至有人比到就是蒋宋美龄当初 之于蒋宗正的角色 她跟宋美龄当然就说时代是不同的 可是未来她的所谓的一个国家领导人的夫人 能够在中国大陆这片土地上 甚至于在中国的历史好了 现在是一中各表嘛 就是在中国之下 那1949年以后 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中华民国 那在整个的中国里面 第一夫人角色最突出的是宋美龄 那接下来在那片土地上面 在大陆那个土地上面 那第一夫人最突出的必然是彭丽媛 那所以彭丽媛她可以发挥更多 那当然也要看她先生的政治上的 影响力跟政治地位 那她发挥的有10年 最少有10年 所以我觉得她现在慢慢开始这个 做这个大概有点 是warm up的工作 那你要看这个彭丽媛时不时尚 我觉得要比较一个人 那就是跟她在大陆上面的位置 是一样的另外一位女性宋祖英 因为彭丽媛跟宋祖英 几乎是有点余亮情节的 两位声乐家 那当然宋祖英很多人就传言说 她跟江泽民先生蛮好的 是她的红粉资机 所以她也姓宋嘛 你们这个大陆开玩笑说 有一个国母也姓宋 宋祖英的穿着 其实就是这个时代的名女人 她应该有的穿着 为什么 因为她穿的都是名牌 她去参加他们的 她应该还是政协委员 还是什么人带的 她一出席 大家把她拍出来的照片 就是名牌 世界名牌 她叫宋祖英 她可以做名媛 宋祖英 可是彭丽媛 她有资格那样穿 但是她不行 因为她是习近平夫人 我不觉得她会这么抢眼 因为他们时代背景不一样 当初宋美龄啊 不只是当一个所谓陪胜的角色 你看她多么强悍 那个时候西安事变 包括去联大演讲 美国国会吧 美国国会演讲 那样的情势 如果是加入在今天 彭丽媛做这样的角色 那就太强势了 所以彭丽媛 基本上是做一个称职的绿叶 她不可能变成宋美龄 可是是不是真的是称职的绿叶 我觉得应该是绿叶 但是这么美丽的一位女性 很容易变成红花 我们给大家看看 其实她这一次 在俄罗斯访问的时候 现在已经到了非洲 还要到其他国家 她其实会唱歌这件事情 加分很多 但是妙的是 我们看到媒体报道 好像他们的官方的媒体 还刻意的 要稍微让彭丽媛女士 报道少一点 就怕所谓功高震主 把自己的老公的风头都抢了 所以我们都来看看 休息一下 彭丽媛女士的这个歌声 到底让多少人觉得 哇 惊为天人 马上回来 我们都记得 强调希望在99年6月30号前 完成中投的公开雕售 当然是这个 又卖的掉又卖的好 是最好的 我们希望能够尽快 转型成功 所以我们当然有不同的方案 但这个方案真的要试 各种其他相关的艺术 一并考量 国民党谈处理党产 不是第一次 展示改革决心 也不是头一回 这次到底是不是完真的 好 我们确实呢 再回到新闻上 带大家看的就是呢 这一次彭丽媛一出来之后呢 很多中国的这个民众啊 网友说 你看人家美国欧巴马 但是我们现在呢 有蜜雪儿之外的这种风头 彭丽媛女士 也可以来这个一厢较劲了 因为她会唱歌 而且这一次在俄罗斯出访呢 唱了非常漂亮的这个声音 所谓俄罗斯当地 让大家耳熟那张歌曲 我们也听听看 因为我也没听过 她到底歌唱得多好听 好 我们要先告诉大家 她不是在这个特意装扮 她本身就有军阶的 她是少侠女高音 所以呢 这个服装是跟她自己的 这个身份是像 大陆连第一夫人都可以玩 不不不不 她是有关接的 所以她是以她的身份呢 来唱出这样的歌曲 事实上这个是2005年的片子 她这一次出访 这个俄罗斯也唱同一个曲子 而且呢她是唱了俄罗斯语 表达出来她的这个 这个非常多多才多艺 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 就会说 彭丽媛真的是个 多才多艺的一个女性 我想再请教她人 你将打电话给 你的大陆的朋友联系 可不可以告诉我们 到底热到什么程度 彭丽媛她今天 有这么的被打信 比如说她讲说 她穿的这个服装品牌 马上这个同款的大衣 就要出售了 马上就有人抢 对 山寨版的 或者这个牌子 有很多地方已经卖到缺货 即使这个现象 它是在发烧的 可是大陆的民众 或者大陆的官方 能不能接受 夫人外交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我们刚刚讲到说 跟这个蒋宋美琳来比 但是对不起 蒋宋美琳她是独立去行使她的 就是去为国家 去做外交的这个工作 但是就目前这个现况来看 彭丽媛应该还没有办法被接受到说 她可以独立去做这件事情 所以这个新闻 如果一直不断的炒 不断的炒作 其实大陆的媒体也告诉我说 这个现象其实或许过一阵子 应该要逐渐的稍微控制一点点 所以其实我们要了解一下 就所谓刚才特别讲国母这个字 或是说新闻被控制 我觉得大陆的官方 还是有一点疑虑的 因为在她出现了之后 穿了这套蓝色的大衣也好 或是体包也好 马上就在淘宝上出现了山寨版 可是过了一个周末 我们请同事去搜 发现跟国母有关的 关键字非常多 但是相关的产品都被拿掉了 所以事实上对于国母这两个字 或是国母穿的我们要穿 我觉得还是有一点控制的感受在 是不是还是到最后 就是也不能抢了人家太多风头 大家看后宫甄嬛砖就知道了 即便国母怎么样 当然皇上不高兴还是不行的 那已经夏天很久了 现在还在重播了 要重播了 我觉得你可以稍微看一下 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国家 因为毕竟这个第一夫人 她在法律上是没有她的这个 因为为了国家 她没有在国家的公职上 扮演一定的角度 她只能帮她 就是说当初周美卿 我们怎么会说她为了 马英九而牺牲她自己的事业 因为她在扮演第一夫人的角色 就是这样 她没有法定上的这个执掌 所以她必须为她的先生加分 因为她先生扮演是国家领导人的角色 这点我觉得其实是 这个所谓在台湾在外国都一样的 你看这个Michelle Michelle她有她自己的空间 她可能她很多场合以外 她有自己单独出访 可是当她跟奥巴马在一起的话 她一定要称职地扮演起这个角色 好 我们就来看一下中国大陆过去出现的 他们的这个领导人的太座大人 真的我觉得到了彭丽媛女士 有很大的改变 我们先来看一下郭文贵一笔 像是习近平的太太 现在的朋友女士 大家称为声乐夫人 中共解放军艺术学院的院长 还获得梅花奖 再往胡锦涛看 她的太太叫刘永青 就是知性嘛 知性夫人也只能这么说了 不爱打扮 不喜欢漂亮服饰 出门带笔电是一个电脑迷 听说她很喜欢上网 那再来看呢 温家宝的太太呢 叫张培丽 珠宝夫人 怎么说呢 因为她是中国珠宝协会的副主席 她曾经带的这个珠宝呢 是这个 她不带到公司还是总裁 曾经带过非常昂贵的 还被人家非议了一段 从不陪同出访 而这个大婶夫人 不是我们说的 是他们媒体说的 就是江泽民的太太 这个王女士 朴实无华 内向木讷平民化 犹如邻家大婶 如果是国母的进化版的话 周杰你看 这个从江泽民 到习近平的太太 中间差别很大 就是因为差别很大 所以那个大陆很多的 民众都很开心 那讲白一点 他们就会觉得 以前的夫人 好像有点土呢 然后后来这个 温家宝夫人是 就他们自己会觉得嘛 那总理夫人呢 恐怕还不如 这个国家主席夫人嘛 就是说知性夫人 这里面所有的夫人里面 最这个画面的影响力 魅力最强的 恐怕还是彭丽媛 也就是刚刚任俊说 彭丽媛是靠 靠他自己成名的 那2007年 那个习近平 确定接班之后 其实彭丽媛忍 五年六年来 他根本任何地方都不去的 是 他这五年 他的考验 是非常的尖刻的 但是他已经度过了 中间有一度 就是汶川大地震 那汶川地震说 他们也不知道 因为接班人 他们讲接班人的家人 跟自己都叫夹着尾巴活 就是你要低调 要非常的低调 然后那个时候 大家就不知道说 到底习近平夫人 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后来是 因为汶川大地震的 一个一眼 他出来唱歌 那是他确定 他的先生接班之后 他才第一次公开演出 以前的春晚都有他 他的歌是叫 在希望的田野上 几乎所有的小朋友都会唱 因为他们唱的声乐歌曲 是爱国歌曲 而且他是中央音乐学院的 他是不是年轻的时候 其实非常漂亮 他年轻时候这张照片 比宋美龄的年轻照片好看 很多 这是他19岁的时候的照片 说到低调 最近除了这一夫人 在这个正式接班之前 要来低调之外 我觉得呢 国民党本来应该高调的 现在要非常低调 我们先来看一段 这个VCR吵得乱七八糟 好像主角们有几位在现场 我们先来看一下 整个会议结束了以后 黄伟哲主席大委员会计 做了一定程度的修改 我们在这个经济部长 来进行这个巡答之前 我们先做成决议 而且当天本席是 一个一个一案宣读 一个一个一案询答 一个一个案 询问在场有没有意义 情况没有意义 差通过的 那现在就 他要协商啊 今天你要协商 希望能够 协商 主席有没有在场 主席有没有在场 没有在场 要协商 要来就来 要回去就回去 还有这样子的一个主席 所以我们希望说 他就继续来几张 我们继续来几个小二吧 好 我们看到这样子 真是吵得乱七八糟 其实简而言之 就是上个礼拜 你不是把人家的台电预算卡住 说核四要停建 那现在照道理说呢 我们国民党今天的委员经文会 要来复仇的 好像连复义都没有提出来吧 那到底今天国民党发生了什么事情 非常简短的说 那个议事录有什么样好争执的 就是我们明明在那边通过一个议案 那在那议事录上应该写说决议 因为什么台电什么的 我们本会委员会通过什么样的 把这个台电预算退回会给院会 可是他不这样写 他说其他事项 然后这个因为通过什么的 那其他事项就等于说 你说这个习近平跟彭丽媛结婚 那彭丽媛不叫第一夫人 这意思就这样 所以你讲老半天 我觉得大家还是非常的迷惑 我们要简单问就是说 不是国民党今天 简而言之就要来报仇的吗 报黄伟哲委员 上次卡住人家预算的一箭之仇 怎么搞到最后又是无功而返 我们要问的是 国民党在立法院里头 对于核四这个议题 是不是完全撤手没办法了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欢迎回答新闻夜总会 我们要继续带您来看到 这个核四攻防站 其实今天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在晚间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个政院 会跟所谓逃命圈的三个首长 台北市 新北市 基隆的首长 好好沟通一下 请你们了解一下 我们现在行政院 对于核四的态度 有没有效继续观察 因为有一些人之前话讲很多 不过我们还是要先回到一下 这个我们刚才特别强调 不是国民党的立法院党团 在今天至少要守住 台电的预算 或者说不能让这个上礼拜 由黄伟哲主持的这个决议 所谓的核四庭建成功 今天到底在搞什么 为什么两个多小时之后 就无功而返 那是不是要接下来院会再战 还是我们就说根本不可能 现在国民党立委是逃的逃 躲的躲 跑的跑 根本就不会为党的政策来执行 其实我觉得今天即使没有提复议案 或者提了复议案 最后会送到院会去 到院会之后再协商 还是一切又回到原点 所以我讲今天这两个党 其实大概的做法就是这样 半斤跟九两 九两是一两 对 多一两 为什么这样讲你知道吗 大家现在看到这样子 感觉好像是一事无成 可是你知道吗 国民党因为喊了要复议 所以民进党全部假动 但是我刚刚讲 国民党是喊复议 为什么 很多民进党 有一些民进党议委 在21号那一天 他把视为是一个胜利 就我突袭国民党成功 可是你知道国民党 我知道我没有说你 但是国民党今天一喊复议的时候 你知道民进党他必须要做的事情 就全部假动 全部假动代表意思是什么吗 是其他的委员会他必须要放空 今天司法法治委员会 没有任何一个民进党的立委 就两个国民党的立委 对不对 一个当主席 一个当立委 主席要换主席 主席质询的时候 两个互相鞠躬换一个位置 你就其他的立法院放空 其他的委员会就放空 那有通过什么很厉害的 这样子的挑战借鉴 因为现在民进党知道 国民党现在要玩这一招 所以你看他也不敢排非和家园 为什么 因为我通通要去 这个经济委员会去假动 所以我假说半斤跟酒粮 所以你看今天到下午 那酒粮是谁 我觉得国民党最少在这一次的战术上面 他拖到民进党了 你懂我意思吗 如果到下午的时候 是民进党立委开始召集 你知道吗 就是说因为那个王朝顺他早上讲说 那我们就先休息到适当时间再开会 本来是2点半开会 所以后来黄兆顺到2点50分才出现 民进党立委就急了 就还有人问他说 那你要开会 你要休息 或者你给我一个时间 不然你5点 6点 你通通都讲出来 为什么他们想把这个案子close掉 结果黄兆顺回了一句说 因为我们是一三一次会 所以到今天晚上12点 也算是到今天 那这个状况 刚刚韋哲委员讲到一个说 没关系 你托我们 我们就托这个官员 刚才任俊特别讲说 国民党今天好像也没输 但是用策略上 卡住了很多事情 可是我想问一下 黄允在核四的问题上头呢 到底要不要新建 行政员讲那么清楚 总统的意思这么清楚 而且他还是党主席 那现在国民党今天的表现 有振作起来吗 用策略性拖住了民进党 可是负义还是卡在那边 所以周杰你觉得 现在是国民党重新振作了 还是根本就在立法院 还是一事无成 国民党从来也没有振作空 真的吗 这么差 有吗 奇怪啊你怎么 奇怪啊你怎么 今天那个民进党那个叫 那个官员叫他是不是要滚回去 那个还是蛮清新的一位立法委员嘛 对不对 这个民进党的 所以对民进党来讲 上个礼拜这个韦哲 他发动了一次 让大家军心大政的一次 这个袭击 可是面对那个 像那个海绵一样的国民党 你知道吗 就变成了半斤九两 就是他顶多一两 而且接下来你会让那个 部会官员坐在那边空号 那这个这些官员就觉得很冤枉 然后人民也觉得 你们两边是打一团烂仗 就变成没有任何的这个收获 那因为这个事情 核四这个事情 我认为其实它真正的发展 是不在这个立法院的 它真正的发展 还是在执政党的这个意志力 跟它的未来的决策的这个宣导力 跟民进党是不是真的 整合了在地的力量 是不是变成反核的领导者 那民进党是真的是反核领导者吗 真的是名嘴什么 一万十万人的这种 领先的发言者吗 看起来好像现在还是在这个兵上面 没有那么的这个稳健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大家就有点觉得好像有点 这个民党有点虚虚的 可是民进党的立法委员 在议事上面 他们一向本着既有的这种地盘 然后发挥党的特质 跟发挥委员的功能 这是一贯如此的 否则黄以泽也不会那么乖乖巧巧的 就这样做了那么多事情 这是他们的历史 他们的这个习惯 可是从这个未来 回过头来再看今天这个表现的时候 人民会在意吗 我觉得人民不会在意 那我这么说 简单说 其实今天国民党的委员 他们也不是真的是很笨 他们是很聪明的 如果今天不是有73%的民意 有在做张基础的话 你说郝文兵干嘛讲这些话 书立文干嘛说这些话 那这样一话干嘛 要找这些人来 大家来喝茶聊天 我觉得其实背后都是有动作 而且有原因的 那姑且不论2016的情形展 我们光是看国民党委员 他们没有体调到民意 事实上他们压力会很重 所以因此我觉得简单说 但是我们来看到 刚才重点就是说 战场不在立法院 可是问题是立法委员 现在被国民党设定 尤其国民党部分 他们是要名嘴团的 他们是要了解状况 然后希望能够支持政府 接下来要续建的一个决定 或者是负责来说服民众 好在立法院 大概意识这样闹一闹 好像不是很听话 可是呢你要去 当然要你跟民众说服的时候 让你去看看核四场 也没有人要去 最后只去了一个委员 所以我还是要说 是不是从国民党的立委 向一盘散沙 就代表其实国民党这个事情 根本自己就要内战一顿了 我觉得国民党现在的表现 是怎么去说服民众 上个礼拜四 韋哲那个委员会有四个提案 包括韋哲自己提的要求 核四不得罪一家政府 立即听见核四 在场国民党立委 没有人反对有意义 没有人敢呛瞎 没有人敢说话 然后刚刚明仪提到的 上一次要去看核四 就一个国民党的委员去看 然后这个逃命圈的 这个县市长首长 好龙兵是跳出来 打了马英九跟江仪化两个巴掌 你是这样形容 当然了 因为江仪化跟马英九 显然是赞成要见核四 那现在他反对 那这样的表现 他感觉说 你未战先祥 我觉得大家都很投机 明明我要讲 如果马英九看到党内是这样子 我看他当初不敢提说 核四要去搞这个公投 可是我想问一下韋哲 你唱个礼拜党住的时候 有没有一些国民党跟你比较熟 就说黄韋哲先生谢谢你 帮我们大家讲的还是说哎呀这个 没有啦我觉得其实朝野互相 就我个人来讲 我不会想说跟国民党互相调侃 但重点是国民党 我们知道在经议委员会里面 有好几位国民党委员 他们本身对核四是持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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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留的态度 包括大家在画面上刚刚看到的 黄昭顺女士是今天的召集委员 她自己说我反腾而已 对不对 所以任俊姻你知道吗 这个黄昭顺委员 没有自己他讲一些为难的事情 可是黄昭顺委员 不是高雄地区的委员 他有压力吗 而且我再讲一个 就今天早上 比如说我们刚刚讲到 那个只有一个立委去看 今天早上国民党 那个党团就开了一个会 还有委员跑进来 那个核四参访团是怎么回事 怎么没有邀到我 你知道为什么 就是说其实他的内部 我觉得他的内部沟通 确实是出现了一些问题 难怪说这些人 大家挑议题挑 朱立伦抛一个不在即 郝龙斌看一看 不在即有一个 那我就来弄一个我反对公投 然后完了之后 你看朱立伦昨天抛什么 他会讲说那核废料要处理 不处理核废料 就没有资格要用核能 就各自大家来表述 你说今天将一话 找了他们来谈 这个50个人的这个小组 都4月2号才成立 今天能够谈什么 也就是一个总罪官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刚才这个人律数影响到了 是不是正在发生 国民党内部的核灾 整个执政政府都有点问题 先来看看这一段时间 半个多月的发展 真的是蛮困难的 3月4号朱立伦市长抛出了不再起投票 像是马林佐总统 江一花院长都说支持 到了20号的新北议会民意党团提案 鉴请中央立即终止核四新建计划 进办蓝绿议员来联署 还通过了 21号是立院经纪委员会蓝绿假动绿突袭成功 7分钟通过退回台电102年预算 并要求立即停建 这就是黄伟哲委员主导之下的结果 好龙斌市长说 如果明天核四公投我不支持续建 而朱立伦市长说 没有核安连公投也不必办了 到了25号 在今天的发展的 就是立法院经纪委员会来绿假动 主席黄昭盛宣布协商 随即的就拜拜了 而江一花院长在晚间邀请 陶命圈三首长 豪龙斌朱立伦张同荣交换核四意见 所以我们看到这样子一个内容 所以这个我想请到施誠兄 其实国民党内部 根本就是完全没有搞定的一个状态 对啊 所以刚刚人讯讲得很好 避免大家对于核四表态 所以我就用一个最不好 最隐晦的方式就是协商 大家都不用再去在那边举手 我跟你讲 明宜从一开始到后来 大家看到那些民调 包括那个所谓的这个逃命圈 看到民调就开始说 这个东西我要表态 才有我的政治利益 我觉得这个完全没有意气 没没意气 我就只有例子 最近在网络上流传 那个核四厂的厂长叫王伯辉 他说大家各界对于核四的诸多批评 激进无情和残酷 他们说做了八项最严格的测试 他说他相信核四是安全的 我当然不是说完全相信他的话 我觉得国民党的立委 或者是县市首长都好 他根本不了解核四现在状况 可是他了解民意现在是怎么趋向 所以他跟着民意在走 这不是投机吗 这就是投机 因为他们民意代表要的不是意气 要的是选票 所以意气放两边选票放中间 他就放弃说服 你说王厂长他能告诉我们 为什么有些过去核子出现这么多问题 他说那是过去发生中 对 他已经在修正了 他正在修正 而且已经 他说前面大部分都已经修正了 对 那这个我觉得民意代表 他们现在做的是避险 就是他不愿意让他的名字将来在 你知道现在是单一选区 跟英格大家站在一起 你必须有一个可能 就是真的最后是庭建马 那如果你的名字就跟着上面 是当时的那个是庸派的话 那你的政治对手 每天盯着你骂怎么办 他们现在都在避险 而你有没有发现 马江队民意代表 有选票选出来的政治人物 他都会给他一个舞台 他都让他现在舞台上大比赛 有没有一种可能性 现在搞不定的情况之下 不要说核四要不要再继续下去了 有没有可能公投都被反对掉 有这种可能性吗 在座的各位 你们觉得 你说公投这件还会支持这吗 他不是说有人说违宪吗 对不是说这几位首长都说 公投都别做得很丰险 马英九已经讲了两次了 应该马英九讲下去 而且林宗瑶的团队 4月2号要进驻 这个核四的话 这样照目前的情况 他应该不会 可是我觉得这个 我觉得这类公投都很难讲 如果他撑不住这一波的风 我明白 他撑不住 他已经开始在门线了 对呀 你现在收看的是 TVBS 无线卫星电视台 现在为您播放的是 2100 涛新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